哈喽哈,这里是你的喵妹小可安呀 在一个平静的下午,波噪不安的插等生吵闹着 准备迎接他们新的代课老师 只见老师打开柜子,触碰掉激光 一大坨粘粘的酱汁直接砸在他身上 接着他一屁股坐在了涂满胶碎的椅子上 愤怒离席的他只不过是想回车里换件衣服 可该启动引擎,砰的一声羽绒毛倾斜而出 看到这里,或许大家会为他默哀 但是下一秒,您将会看到 这个男人掏出了一把枪,把那些逃课的学生全都给打了回来 想不到吧,就在几天前 他还是一个有期徒刑13个月的罪犯 这个男人叫泽基,一年前抢银行钱被关进监狱 所幸的是,他抢来的钱被他藏在了安全的地方 为了可以更快报复,他在监狱里可谓是洗心革面,积极服刑 然而终于刑满出狱的那天 他却发现他那一笔钱的位置竟在哥德学校 于是为了寻找钱的残利地点 他只好乔装成老师前来应聘 一看,竞争者有点多啊 于是就把警报铃给按响了 把所有竞争者都给吓跑 再顺便拉个学生垫背 这样就能顺利进行面试了 面试过程中,校长一点也不关心泽基的专业 他只想找个临时代课老师 所以泽基就这么被录用了 只要准备好相关资格证就好了 而这座学校的学生呢,也不是好惹的 最皮最皮的学生当属于十年低帮 连续好几年托卡学校的成绩就算了 就连校长也压不住他们 最新的那位帮主任受不了直接从二楼跳下来寻求解脱 这时一位傻白甜老师师那企图阻止这群学生 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 这时泽基就出场了 为了可以套到教师资格证的模板 他把学生训了一顿 借机跟他套进户 然后往上悄悄来他家做客 把他迷掉 这样资格证就拿到手了 将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 再穿上朴素的外套 黑矿眼镜的装饰一下子 让泽基看起来为人失表了 第一天上班 他接手了一个好好学生的班级 看着这群积极学习的孩子 泽基竟觉得很防躁 干脆打算不上课 就让他们看电影 帮干也不用 他只要他们安静就好了 然后这样的休闲时光并没有持续很久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不眠夜 他晃上背景正在体育馆里探索前的位置 这时一个人影飘过 他就是师奶 晚上他在家里看到打印记录 察觉不对劲 所以来此一旦究竟 找到了泽基 盗用他教师资格证的证据 泽基企图用钱解决 但师奶拒绝了 他要跟泽基换班 白天的他被十年闭班折磨得要死 再这么下去 他可能也会跳楼 因为被发现教师资格证是伪造的 所以这位刚出一遍 伪装成老诗人的男人 只好硬着头皮 前往全校最难搞的班级上课带班 不就是一群死小孩吗 还能怎么皮 让他下一秒疯狂打脸 不是被泼酱汁 就是被黏住 一波中级羽毛整骨 让他濒临崩溃 也就在此刻 他决定不再遵循所谓的学校大纲 他要自立门派 让这群学生看看 什么是他的规矩 想要逃课 那我就开街把你们打得五彩缤纷 委屈哭了 那就给我小点声 然后这种教学理念 在循规岛居的师娜这里是完全荒谬的 所以在泽基无家可归 希望他收留他时 师娜借机一次 要求泽基要认真帮十年闭班上课 一定要有进步 不然他的所作所为都会公布于众 想想自己的钱 想想当下的处境 泽基只能被迫接受 学生游泳课不下水怎么办 直接把他扔水里好了 要有学生动手呢 那就把他的头按水里 什么时候道歉 什么时候放过他 本以为家长会大闹一场 没成想 人家的家长也看不光自己的孩子这么皮 竟然让泽基打痛脸 虽然泽基没有感觉到 但现在的他已经慢慢的在为孩子着想 就连在挖洞的时候也在被送大缸 这时他挖出了孩子们埋下的时空胶囊 看着孩子们写下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心愿 他有点恍惚 好像他的街头生活剥夺了他的童年 阳光正好 这个带着霸气纹身的男人 正是新来的代科老师泽基 昨晚喝多了酒 在教室里睡着了 一觉醒来 他被学生恶搞 涂了指甲油 头戴蝴蝶结 脸上被撸了个验状 就连屁股也被写上字 这要割他以前 此刻应该已经拿起枪 突突突突一桶了 但这次他没有 他选择完成孩子们的心愿 知道适当的妹妹暗恋帮上那位人气囊 于是就给他打扮了一下 给他俩制造机会 但同时也警告那人气囊网上必须送他回家 还有明天记得准时上课 此话一出口 泽基惊讶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竟真的觉得自己是老师了 第二天班杰的成绩评估出来了 非常糟糕 泽基看完心拔凉拔凉的 于是申请了实地教学的机会 带着学生参观各种人生 有人想当药童 那看完这位吸毒吸到无法治理的人后 还想当吗 下一张是参观一位只睡觉不运动的人 看着这么肮脏的环境 以及令人闻风散荡的纳粹 学生们开始害怕 觉得这种人生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泽基还顺便点拨了一位隐藏学霸 告诉他其实可以跳级 然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说不定不到17岁就能顺利毕业 女孩一听可开心的 立刻帮助了被人欺负的好学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一群把学校搞得鸡飞 狗跳的差人生们 开始积极地投入学习 看着这么积极的状态 谁能想到这群孩子 前阵子还是一群整天整地的调皮孩子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泽基 一位在监狱里待了13个月的 刚出狱的代课老师改变的 所以学生们非常感谢这位老师 在人气老师的竞选赛中 把票都投给了他 泽基获得了最酷老师 以及最可爱老师两项荣誉 而日正教学的诗那一项都没有 这下晃他伤心了 开始思考 是不是自己的教学方式 出了错 在泽基的鼓励下 他往上偷偷跟学生们一起 往火车上涂鸦 拉近感情 获得了学生的喜欢 也因此 泽基和诗那的感情进了一步 到了考试评估那一天 这个班级没有一个人不及格 就连校长都感到非常惊讶 后来在泽基的不懈努力之下 他终于把那一笔钱给挖了出来 看了这些师有负得的钱 他特别激动 但是为何还有一点鼻酸呢 好像他再也没有必要再假装老师了 可他是真的舍不得现在的生活啊 沉思了一个晚上后 他把债皇王洗心革命 想要继续当老师 然而往往事情并不如他所愿 那天诗那在体育馆里上体育课时 意外发现了一个洞穴 顺着洞穴来到地下 泽基正在填补这个洞 尽管泽基疯狂解释找补 但从连环问答中 诗那知道了她是罪犯 一个做了13个月监狱的罪犯 失望自己的他甩了他一巴掌 和热这阵子一切都是假的 他可以隐瞒他的身份 那他也可以欺骗他的感情 更过分的是 他还拿着这些孩子的未来冒险 很快的泽基的事情在学校传开了 然而孩子的反应并不是惊讶 反倒是企图把洞穴的事情 揽在自己身上 还询问诗那泽基什么时候回来 可是诗那一点也不想听 他现在一想到泽基就非常火大 所以孩子们筹备了一个计划 抽屉里的一张绿色卡片 里面写的泽基留在这里的原因 是为了诗那 未免跑进来递给诗那一封信 那是泽基对于这次挖洞事件的解释 以及对她的抱歉 一位见证的老师和最悲的爱情的朋友 适时开口 被欺骗的诗那一瞬间恍然大悟 不顾现在还在上课的时间 他叫上了学生一起找到了泽基 试图阻止这位前罪犯再次抢银行 这时一辆火车开过 上面的涂鸦是他们那晚一起创作的结果 于是他抛弃兄弟 故作被通缉跑来找诗那 实则是想邀请他一起约会 他不想再犯罪了 只想好好跟他共度一生 而校长为了留住泽基 硬生生给他造了一份教师资格证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叫该死哥德 对于一向严肃的德国来说 竟然还能拍出出产的小成本喜剧 这算是给人一种新颖的感觉 全篇笑点秘籍则基于学生护诊的环节 可以说是华脸所在 看完之后就给人一种 竟然还有这种操作的即视感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篇呢